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您一定有过这样美好的经验 也许您不知道 这种在便利商店提供爱心铺满的募款方式 最早是出现在慈济24年前的一场活动 预约人间净土 这是为了要净化人心及筹募慈济 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基金 而举办的系列活动 也是慈济首次的大型公益活动 这是自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以来 慈济人相当熟悉的竹筒回娘家 不论来自哪里 这里的每一个铜板都是一份善念 尽管是一块钱 一样能赚灾和寄贫 不说也许您不知道 1991年慈济第一次的大型公益活动 预约人间净土 也曾经有类似竹筒回娘家的活动 不过它是以绵羊的形式出现 24年前 以爱心铺满的方式赞助公益团体 对台湾民众来说并不熟悉 会有多少人响应呢 另一方面 这也是慈济第一次举办大型公益活动 要用什么方法让外界知道呢 慈济大型活动初体验 究竟是如何办到的呢 就让今天的来宾 带着我们一起回眸来时路 欢迎李医慧师姐 医慧师姐 你好 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李医慧师姐 其实你就是这一次 预约人间净土的活动推手者之一 不回首这整个活动 它的时间很长 两个半月 而且又是我们大型活动的初登场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活动的内容有哪些呢 是 其实说到推手 我们真正最大的推手是王端正副总 因为那时候我接到一通 这个金车企业的李老板电话 跟我讲说希望做这个合作的 母亲节的活动的时候 我跟副总报告 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然后就全力地来支持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那我做的只是比较执行面的 那这个内容里面真的是很多很多 因为这个金车教育基金会的林伟贤 林当时是执行秘书 他用心地规划了很多的项目 那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 这个大小绵羊 这个布出去 让大家存钱 那另外又办了音乐会 又办了民歌演唱 那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些意脉品 那其实大家最期待的还是最后 在母亲节当天 我们要恭请到了上人 到台大体育场那边 为社会大众开示 整个活动如果回首当时 总会有一个因缘有个起点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几乎就是见证了历史的一刻 好像就是因为在这一场的会谈当中 能够让大家有这份心凝聚在一起 那时候上人看到他们 上人就细说从前 把词记如何成立词记的因缘 上人的期待 对社会的一个使命 这些都讲给了孙执行长听 那执行长听得好感动 他当时候他就跟上人说 他也是希望说 把上人这么好的理念 能够在大众传播 利用大众传播力量 能够传播得更远 然后能够更深入人心 来影响这个社会 好像在整个活动的推展当中 宣传的方法也让未来 我们也有很好的学习的经验是吗 没有错 因为那时候孙执行长 他的老丈人是潘振球 当时候是中广 中国广播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跟媒体也结得很广很深 所以他就带着我 在当时候的三家电视台 还有各个广播电台去跑 那希望说他们能够帮我们播出 这个活动的一个一支 很好的一支MTV 然后也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 邀请我们的资深委员 像鸡妈咪 圣圣师姐 甚至能烟善道的伟贤 也亲自到这个广播节目 去谈这个活动 那希望邀请社会大众 大家都来参与 这张照片是唱这首主题曲 三位歌手 而且都是形象非常正派的 是 这个主题曲的音缘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应该说我们的 这个match是一个dream 就像一个梦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他们三个人的歌声 李建妇她已经退出歌坛了 她那时候听说也出国了 后来在一个机缘之下 我听说她回国在国内 那我就问邱姐 邱秀子 秀子说没有问题 我们来找 找到了李建妇以后 李建妇就帮忙找了 黄大臣跟殷正阳 黄大臣在哪呢 在澎湖航空站 马公的航空站的塔台 他在那边工作 那郑大毕业以后 特别把她找出来了 把她找出来了 那殷正阳也很难得 他那时候是金曲歌手 金曲歌王 这不容易的 我们也有点担心 不很好 他们的那个唱片公司 一听说是为慈继来演唱 就同意了 那他本人也很向往 能够帮慈继做一点事 当作确实是影响了很多人 来对慈继的认识 因为这首歌的开始 一朵莲花种在新田 万里新年开满人间 这就是上人当初发的 那一面的悲怨 然后带领着今天慈继 这么多的帮大的志工们 上人的弟子这么多 跟随着上人脚步 就是那样的意境 他已经写出来了 所以能够感动这么多人 而提到了这次的活动 其实都要从义脉开始说起 因为这是活动里的第一步 不过我知道依慧师姐 你今天特别把你 私藏的义脉品都带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食品在现场 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 来介绍一下下 这些真的都是珍藏的 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那在我这边看到的 首先是看到这个是卡片 那这个卡片 其实它是用再生子做的 那时候就提倡这个环保的观念 就用再生子做的 还有前面我们看到 就有这个陶罐 这个陶罐上面 还写了用毛笔写了 禁思语上去 所以现在陶罐真的是 我现在只剩下一个了 因为当时大家要的 就是有禁思语在上面陶罐 然后就看到那个录音带 就我们刚才谈的 那首曲子的录音带 然后就那一件T恤 这个T恤大家就印象深刻 因为我们活动的第二年 其实就是以环保为主题 就是要推广资源回收 所以这几乎是我们 环保志工的必备品 是 这真的是一朵莲花 没错 很鲜明 是 我们再走回来看到 这可爱的绵羊 是我们的主角 是 这个绵羊怎么会有这个构思呢 那一年是羊年 刚好正是羊年 然后我刚刚有谈到整个气画 这个林伟贤师兄 真的他跟上人谈过话 以后他非常感动 回去他就收集了 所有词记当时候的书籍 他从中间就抓到了一个重点 竹筒顺月 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他就是 把它写在气画案里头 他设计了大绵羊 还有小绵羊 小绵羊就是个人可以请回去 来存钱 来捐出来 那大绵羊呢 我们就把它雇到 这个公共的场所 我就突然想到说 对 我们的邻居 他们国产实业 那时候他们就是全家便利商店 大概全省九十几家 都是他们的 所以我就去 敲门了 我跟张太太说了 这个活动的原委 介绍了词记 说了活动的原委 他非常地感动 二话不说 那当然了 他很高兴 能够给他机会配合 那就把它步到全省各地 整个全省各地 因为那时候的连锁商店不多 对 这几乎是开创了连锁便利商店 一起来做木心木爱 是 我们现在走进便利商店 常看到好几个 在那之前真的没有人想到 所以我们那时候算是创举 此季的第一场大型公益活动 预约人间净土 从1991年4月1号起跑 首先推出小绵羊板铺满 将此季竹筒岁月日行一善的做法 向社会大众推广 并于全省各地展开街头义脉 另外为了使声障团体也能够共相胜举 4月6号的喜舍之乐感恩晚会 特别由啄木鸟乐团及声障团体 一无担纲 紧接着4月21号台湾民歌演唱会 更使活动融合了在地文化之美 当然活动的最高潮 就属5月12号母亲节 为台大举行的 欢乐人生亲子恋心活动 为期两个半月的预约人间净土 除了传递行善行象的精神与价值 对于日后此季举办的大型活动 是否带来显著的影响呢 1991年的5月12日 预约人间净土活动 迈入到了活动的最高潮了 让我们就一起来欢迎 当年的活动组组长林雅美诗杰 雅美诗杰 你好 对林诗杰 你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诗杰来帮我们回想一下 当天的盛况情形 因为为了办活动 所以我们的理念是 福田一方 邀天下善事 新年万里造世界 所以我们就摆了 现场摆了很多的气球 不同的颜色 来分辨哪一个福田 每一个气球 是代表一颗善的种子 这样子 所以那个气球的摆设都是有特别的意涵的 对 所以我们是分颜色一块一块 表示一方福田 其实那天的活动项目也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除了有气球摆设就是有亲子活动 对 我们还有华华比赛 还有拼土 还有那个环保的精神里面 因为人间净土 必须也是种繁堡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设计很多的活动 还有义脉 这样子大家来参加 听起来非常地丰富 不过大家最期待 也是整个活动的最高点 就是在这一刻了 上人开始 对 因为当天是母亲节 这个活动 上人当然祝福天下的母亲 我记得当时的开始 他有讲到说 为人的子女 为人的女儿 现在是当女儿 以后当妈妈 当然一个女儿要好的 在家要孝顺父母 孝顺是非常重要 在今天说了主你为你庆祝 你就会想到 你的母亲 你的婆婆 有这一份爱的感恩 接下来这一张照片 只是发生在当天的一个故事 一起来欢迎照片中 中间的这一位黄宝月师姐 宝月师姐 你好 主持人好 前九大爱观众大家好 宝月师姐 我们看到了 你就是推着轮椅的这一位 对 那照片中间这一位是谁呢 是我阿姨吴清邪 那当天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要把她的财产 就是偷给上人 让她处置 我的母亲就跟我说 一夜人间见着上人 要来台大那里 就去见上人 她就觉得说 应该是把她的所有钱 拿去直接捐给上人 她那天带着地气去的 对 所有钱赚 不过在两个月之后 听说有一件事情 让上人很担心 忧虑 于是还特别到了阿姨的家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阿姨觉得说 既然那个黄宝已经捐给上人 还住在这里 觉得不好意思 她觉得说她应该要去 养老院 所以上人知道这件事后 都到家里来说 哪里再好 也没有自己家里好 所以你还是继续住在这里 住到百年后再做打算 所以师姐 你也一直陪着阿姨 一直到她百年之后 是 提到了这个绍安街 就是阿姨捐出来的这个点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因为那时候 我们区医的师姐 他们都觉得说 那你如果搬离开了 那你就把我别去了 那你又 她都觉得说 你就继续住在那里 比较就是住久了 也比较习惯了 她说 那就像基金会乘租 就是因为它是两间合并 打通的 我就说 那我就住一边 外边就当环保 环保小环保店 就是我们的邻居 都把他们的环保 拿到我家来 我就把它整理整理 分类好了 再请师兄来载走 有这么多温馨的活动 又有这么温暖的故事 这场的活动是慈祭 第一次的大型活动 也是第一次 和企业来合办 雅美师姐 那从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是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老实讲是第一次 慈祭跟对外 跟对外办的 如果内部是没问题 但对外第一次办的 这个大型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真正学到说 分工非常重要 如果分工得不清楚 当天人家都要问你说 椅子要排在哪里 桌子要排在哪里 你会真的是非常累 所以那一天 我是感觉到 活动是非常成功 但默契是有一点不足 因为我觉得说 当天我是非常累的 所以后来我发现到说 如果下次办的活动 我一定要办得非常成功 要把分工 每一个人的分工分组 都要做好 所以那时候 我就很大胆地 在12月25号 要办二星党员当 15万人的活动 所以就非常地成功 我感受到 我那天不来 活动造成非常进行 非常圆满 每一次的经验 都非常地宝贵 当然在每一个活动当中 更要感恩的就是 每一位师兄师姐的付出了 就是这样子 一次又一次的学习 与经验累积 此际才能有今天 这么样完整 又专业的团队 1991年 预约人间净土系列活动 除了推广 进化人心 进化家庭 与进化社会的理念 并成立新联专户 为慈济医学研究中心 重募建设经费 提供东部地区 更优良的临床医疗服务 并持城镇信实的原则 活动结束后 慈济与金车教育基金会 于6月19号举行征信记者会 将各项募款金额 全数公开 依照公信 其中包括演唱会门票收入 亲子联薪报名费 意卖品所得 以及爱心捐款和爱的绵羊铺满 总计募得一千三百四十余万元 要办一个公益活动并不困难 重要的是 活动完毕后 要如何开诚布公地向社会交代 我们继续邀请议会师姐 跟我们一同回眸来时路 师姐我们先来看这第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好像是当年的简报 那时候就是 在活动快要结束前 那金车教育基金会就在各大报 就登了这么一则广告 希望把这些爱的绵羊都能够回娘家 把爱心能够收回来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是就在公众的媒体 这样子发出了这个讯息 就是绵羊回娘家的时间 对 时间 地点都有 提到了绵羊回娘家 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 绵羊回来了 照片中就是您 好 被大家包围了 对 那些记忆中涌进了五千多只 大大小小的绵羊 其实绵羊回来最重要就是要整理的工作了 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 看到好多志工 感觉开始要清点绵羊里面有多少钱 要先拿绵羊的时候 就是要把号码 号码加里面这个号码也有名字的话 这些名字通通把它写上来 那时候我们就邀请师姐们两位一组 两位一组他们就点一个箱子 然后点好了以后 把那个金额都逐一地登记下来 最后再做一个会诊 所以每一只绵羊清点之后都会开立一张手举 对 当然有了手举之后 最重要就是要公布的方法了 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叫做真信的记者会 是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持人 对 就是我们活动的大推手 王副总执行长 那还有另外我们慈激基金会负责财务的 林碧玉 林副总 还有就是这一次合作的这个金车教育基金会的孙执行长 另外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 我们特别邀请他 就邀请了一位会计师 他叫做刘登发刘会计师 请他来为我们做签证 让他来见证这些金额都没有错 这样做一个公证 其实我们这个预约人间进度这个活动 是做到一个让金车他们非常的感动 或许他们跟公益团体活动从来也没有碰到这种状况的 就是我们的活动 整个活动是零成本 怎么说零成本 对 如何做到零成本 比方说很多的活动的费用是金车教育基金会他们来负责 另外呢 比如我们请像这些衣卖品 我们的陶冠 做陶冠就是我们合成牌的邱太太 她到英哥去找了人家来做 但她也发新这个成本 那另外我们做T恤 那T恤就请那时候洛兰师姐 他们的星光纺织来做 很多很多东西都是零成 就是没有用到不会把这些人家捐进来的这些钱扣除了成本 我们没有做这样的动作 就是成本由企业家来负担 那所有的收入我们就用来做建设雌济的这个医学研究中心 这就是也应该说是首创的了 那他们的感动就是过去他们合作的时候 这个法定的会有15%的一个行政人士费用 可是我们慈祭完全没有零成本 事实上呢 慈祭功德会成立到现在 每一笔捐款都会经过真心的过程 今天非常感恩 一辉师姐您的分享 感恩 1991年预约人间净土系列活动成功地推展了进化人心的理念 紧接着在第二年以环保护生为主题 推出了第二阶段的预约人间净土 以身体力行进化生活环境 心境则国土境 虽然预约人间净土只是一场活动 但它所留下的价值从来不曾改变 也一直是慈祭人恪守的精神 感恩您今日收看 《回眸来时路》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